金融市長謝國良,副市長邱佩玲,和議長同志為手捧鮮花,來到金融海洋廣場,參加228追思會和受難者家屬,一起將鮮花放入大海。 228紀念76週年,金融市政府在海洋廣場舉辦追思會,邀請228家屬、府會機關代表和民間團體,共同舉辦音樂追思會,典禮前先默哀一分鐘。 我們今天是以最莊嚴樹木的一個心情來追思,來紀念我們的228在基隆的一個事件的一個活動。 那過去是在3月8號在基隆發生了這個讓人家覺得很遺憾的事件。 那我覺得就如同我們剛剛說的,我們歷史是不能遺忘,所以我們會用反省最謙卑的態度來面對這一段歷史。 然後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非常可貴,那我們也會盡我們自己自身的力量,努力的讓台灣的民主自由,能夠繼續的永遠在這個地方繼續延續下去。 由於228事件當時,大批軍隊一路登陸基隆,展開無差別的射擊,基隆是受難最嚴重城市。 議長同志委倡議,將3月8號定為城市紀念日,同時在海洋廣場設計裝置儀宿。 我想這個3月8號0308就是屬於基隆人的日子,在76年的今天在基隆港盤發生了很多傷痕跟悲痛。 我想這邊建議市政府在我們的這個海洋廣場這邊設置一個紀念的裝置。 我想這個紀念裝置不用大,也不用破壞天際線,不用破壞海洋,就把一個裝置記錄在這邊。 然後0308我也建議基隆市政府來設定是屬於我們基隆的日子。 在台南有設定3月13號正義與勇氣之日,我想0308就是屬於基隆的日子。 我建議市政府在海洋廣場設置裝置以外,也設定3月8號為基隆。 基隆的紀念日。 市政府每年舉辦追思會,透過溫馨音樂,撫平歷史傷口, 齊取這塊土地所有人都能夠記取教訓,化解心中仇恨。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